回想我们的一生,给父母留下了太多的背影,或无奈,或关怀,我们用什么也无法去偿还父母对我们的爱,因为我们见他们的太多,太多,小时候,我们总可以无忧无虑,那时候的我们,散发着一种叫做朝气的气质,让我们仔细回想,或许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过多的关注,那两位一直守候在我们身边人的背影, 而我们留给他们的,更多的是我们的背影,从早上上学出门,到周末处去玩耍时,或许是父亲母亲目送着我们走进校园等等,或许他们在看着我们背影的同时,在笑,在无奈,又或许充斥着一种叫做心酸与宠溺混沌的心情,在我们稍微懂事时期,我们懂得了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,这时的我们,也或多或少的看到了我们的背影, 父母那些忙碌的背影,或是母亲在为我们准备美丽的三餐,又或是父亲出门上班,而这时候的我们,或许只能体会到父母更加苍老的同时,对我们所付出的爱, 但是,我们仍然体会不到父母,从小到大,一次次,看着我们背影时所怀揣的心情,因为我们只是稍微懂事而已,时间飞逝,很快我们步入了大学的殿堂,而也是在那时候,我们都为我们的父母留下了一个最心酸的时刻,而我们却昏然不止,而在我们恋爱时,在某一刻看到爱人的背影时, 我才真正的理解到背影,这个词会对于那些爱你的人,是多么的沉重与深刻,而此时再去回想父母曾经的背影,或许,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太深刻的记忆, 因为在那时,我们虽然懂得了理解,却不懂得爱,没有为人父母,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的背影,对于父母来说是多么的深刻,又是多么的无畏承杂,背影,在我看来,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名词,反而它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,只有父母的爱太多太多太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